哈喽朋友大家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很多农村人都不知道 我们农村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加工行业 没想到在我们村子里 就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 去年就已经做起来了 听我们村里人议论纷纷 这两位小伙子 单单靠那个加工行业 一年的收入轻轻松松 两个人能赚到二三十万 我也是非常的好奇 今天正好回到老家呢 就带视频前的王一鸣去看一下 这两位小伙子 加工的是什么行业 竟然这么赚钱 看一下这门行业 在你们的家乡有没有人做 走 应该能搞定 现在看一下这个师傅的技术 准备把这个叉车把它拉上来 上面还要一个人操作 确实是非常的厉害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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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啊 弄完之后呢 弄完之后呢 我们要看一下 两下就印出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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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大姐也是蛮努力的 一个人在这里弄这个 像这个的话 一个都要20多斤重啊 看一下一个个要把它挑出来 这种就是已经晒干了的 这种就可以出货来的成品 特别多啊 哇 大家的力气也是很大 刚刚我们也去看了一下 这两位小伙子 在那里做的这个加工行业 其实这个加工行业呢 也是外地老板在我们这边做起来的 他们两个只负责那边的全程机器 操控起来的设备 印出来的成品 相信网友们都猜到了 就是我身后他们做的成品 就是红砖家里建房子的各种各样式 他们也是一天工作量八个小时按既件来的 听他们说啊 一天可以印个差不多三千到五六千个 如果早上起得早的话 然后下班也是比较晚的话 做出来的成品甚至更多 因为这个活呢 看起来是比较简单 但是做起来很累 所以呢就减少了工作量 但是还是挺羡慕的哈 一天两个人也能分个一千多块钱 年收入可以上市轻轻松松 能达到二三十万 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的羡慕 我发指内心的哈 像这门行业在里面的家乡有没有人做 像这门行业是不是真的这么赚钱 欢迎在我评论期 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这期视频呢就先分享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